能帮我一个忙吗 怎么了 还有多少钱 你问钱干什么 我想去台湾 去台湾 你是不是疯了 你现在还在通缉期中 你去了台湾会被抓去坐牢的 我知道 可我想见他们母女一面 不行 绝对不行 就当我求你 帮我这一次好不好 这事儿不太容易吧 这是我的全部家堂 好 看在老鹏的份上 我帮你这个忙 明天等船 谢谢你 好 臣 进来 给你这种赏给你留资料 斯蒙蒙 有照片吗 心态没拍 你们做事怎么这么不认真啊 算了 晚上 我亲自去红包厂看看吧 经理 晚上您宴请日本唱片公司的客人 那我吃完饭以后去 行了 没事你先出去吧 是 喂 晚上跟日本唱片公司的人吃饭 你能赶回来吗 我还有点事要处理 赶回台北够呛 亲爱的 你出面就行了 晚上啊我亲自去红包厂看看那个斯蒙蒙 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把它签下来 行 这事你就抓紧吧 在那边应酬少喝酒啊伤身体 遵命 亲爱的 行了 别给我拼了 挂了啊 好 送我 我的家庭真可爱 整街美满又暗康 兄弟姐妹很和气 夫妻母亲都慈祥 虽然没有后花样 春来秋非常飘香 救救我孩子 救救我孩子 这是政府对您的评价 爸 你派吧 若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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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你们 放开 放开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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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什么抓人 看不像话 陈伟达 刚才那个人看着眼熟啊 你看谁都眼熟 谁都像共产党是吗 蒋总统训事 小心匪谍在你身边 你给我站住 我问你 到我歌厅抓人 为什么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这个歌厅的老板娘啊 我公是公办 我还需要跟你陪老板打招呼吗 你搅了我生意你明白吗 你们这样到处随便抓人 以后我的歌厅还怎么开张啊 邱伟达呀 你的金凶也未免太狭窄了吧 我们俩情不投意不合 好离好散 人知常情 为什么你总是小妒忌 常能给我过不去呢 斯蒙蒙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歌手 你们凭什么心事动众的来抓人家 在你眼里 你看谁都像共产党是吗 你看老娘下吗 老娘就是共产党 你抓呀 你倒是抓呀 你笑什么 共产党不会要你这样的意思 邱伟达 你给我站住 站住 march 舅舅 快开车 站住 站住 bail 站住 她 supuesto 站住 好啦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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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站住 坟哥 北 靳田 1 1 快 老师 站住 你发什么案子进来的 我不知道 我知道了 你是匪谍 我不是 你是 你是匪谍 你就是 我们都是匪谍 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匪谍 我也是天晴 咱们俩还是老乡呢 达华的学生 好学校 好学校 这是你的 这个世界真小 我小时候上学 天天路过你家门口 咱俩怎么就没见过面呢 乡女院 司马小姐 你为什么去演这个戏 你怎么竟敢演这个戏呢 你胆子真够大的 演戏也犯罪啊 这个戏是共产党的白毛女 司马小姐 你在这儿关了半个月了 头脑该清醒了吧 知道犯什么罪了吗 犯了演戏的罪呗 看见没有 这是一名记者 一个有名的记者 连我们的部长都叫他大秦 现如今落成这个地步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司马小姐 说说你的事吧 我 我唱过何日君再来 不是 我还在一句歌词里 唱过小毛哥哥 司马小姐 我们就不要再逗圈子了 说说你通共的事吧 我没有通共 把手放在下面提 把双手放在屁股下 老公 死了 向上风汇报 说该名罪犯被罪自杀了 是 拉出去 碰 那 这个记者消失了 永远在地球上消失了 说说你通共的事吧 我真的没有通共 押尖嘴吏 来人 给我打 我没有通共 没碰到你这 雨雨全 是 吃点东西 吃吧 这是专门给你预备的 关了多长时间了 关的时间真不短啊 吃吧 吃完了说说你通共的事 我不是共产党 嘴还是这么硬啊 我真的不认识什么共产党 这个人认识吧 他叫什么 李记不是共产党 他不是共产党 那你妹妹若霜还有那个叫齐蒙的 是不是共产党 我 不是 那你妹妹若霜还有齐蒙现在在哪里 啊 不知道 那你妹妹若霜 大姐 你别高估了你罪 我叫她打死你 我也有点 上通会报说你为罪自杀了 这个案子就应该来来了 一零万万 零零万万 那你就打算吧 你找邱卫达做什么 这个家伙只要听到一个供字 每根神经都会兴奋起来 他就是这么一种动物 你说 他会把那姑娘关进火烧倒吗 难说 你是不是做得太绝了 我在等着格格亲自来找我 求我救他的女儿 只要他牢牢实实听我的话 秀伟大那边 我是有办法帮他的 好 问题是 格格真的会来求你吗 那个车怎么停在那儿 可能是抛锚了吧 号AC 按赞 李红ко 我还没张没有客好 你先回房间 我一会儿就来 谁 你 你在干什么 怎么 怕了 怕什么 你的声音都发抖了 你听好了 我随时可以拘捕你 我知道我的通缉期还没过 哪里跑到台湾来干什么 找老朋友有事相求 什么事 说吧 我想你马上把我抓起来 我想坐牢 什么 我要跟我的女儿一起坐牢 你 郭部长 这对你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的事 难道这点小忙 你都不肯帮忙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喊吧 大声地喊吧 你去采访寒炸 我真替你担心 我每天都会为你祈祷的 亲爱的 亲爱的 这回我都是到板门店采访和平谈判 一边谈一边打 这是很危险的 没办法 拿人家薪水就得替别人办事了 巧克力 你怎么喜欢这个牌子的巧克力 我是受一个朋友影响 他特别爱吃这个牌子的巧克力 你的朋友 这个朋友你也认识 我也认识 是不是那个 在天津烫我的那个 那个 对 就是他 这死马肉葱 最近不照顾得怎么样 你想他吗 怎么会不想 以前每天放学的时候 我总是坐他小假科丛 到处去兜风 什么小白楼 满场的 还有 小心 上帝一条宝贵的生命得救了 亲爱的 像我这么善良的人 上帝是不会让我被子弹打到的 对了 你去韩国的事情 你爸爸知道吗 我不想让他知道 也没告诉他 为什么 我怕他担心 你怕他担心 就不怕我担心吗 你会担心 搞不好哪一天我万一殉职了 你后面还有很多男人等着你呢 去你的 去你的 开玩笑的 你上哪儿去 等等 这五万美元是汇丰的存款 你回香港取着用吧 怎么 流氓 你开个价吧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你马上放了 嘘 爸 你还没睡吗 啊 我处理点公务 啊 好吧 那你好好休息 别太累了 老孔明天你就 我求你放了 嘘 要是你不放了若冰的话 我就马上端 你要想 流氓 我心承 要是你不放了我的女儿的话 我就把你我之间的秘密拱住于世 好 全部都在啊 你不放了 祖英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等我好好说 我们去前面屋里聊聊 先出去吧 展规 别胡闹 我不想听 我只要你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要放了若冰 那是调查局的事 如果不是你指使调查局 他们会抓他吗 展规啊 我知道你一直喜欢若冰 可人家早已心一他人了 你这不是剃头挑的一头热吗 再说了 调查局的人如果不掌握确准的情资 他们会随便抓人吗 你在法国生活多年 对这里的情况根本不了解 现在台湾潜伏人员比比皆是 那好啊 你现在就去告诉邱伟达 我也是共产党的嫌疑犯 你别胡闹了 爸 若冰要是遭受不住刑法 他会把我攻出来的 什么 你还记得你在天津抓职业学生的事吗 怎么回事 那份名单是我在你桌上看到的 是我叫若冰去跟齐蒙跟洛桑通风报信的 要是体能��足够的工具 我今天停下来 我今天在充满无销的工具 那不是我的菜 那是小鸟 我不能坐下来 我今天是一个人的工具 我今天就在这里 我今天有两个工具 你能救一下吗 你就是给他们一个产党的工具 你也没有一个人的工具 我是自己的工具 你因为我们可以双成真 Fahr 你有什么条件 说吧 一 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候对任何人 都不许提起你和老郭 尤其是你和老爷子 所做的任何事情 当然 还有我们之间的合作 对吧 二 既然你说对格格没提起过 那么以后就不许再提 包括你的子女 可以 还有第三吗 有 三 我想告诉你一件 埋藏在我心里很久的秘密 祖英 你知道吗 你是我认识的男人中 最让我动心 也让我动了真情的一个 你却不是这样 你怎么就对我这么无情呢 一直到现在 不太时常想起 我们过去在一起的日子 是多么的甜蜜 多么的难忘啊 我还没人家 谢谢 你 喂 调查局吗 请邱主任听电话 leave call for 到我了 就在前面 怎么这么久还没出来 你别紧张啊 出来了 伯父 请你遵守我们的约定 是的 那女的是谁啊 没看清楚 你去吧 你去吧 别看了 跟上那辆车 伯父 这是你的护照 从今天开始 你就叫凯文 伯父 我会把你送到香港的 谢谢 到底是谁啊你来接我的 您到底是谁啊 你回去就好好养伤 你别担心 以后你不会再有事了 可是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到底是谁啊 你长得真像你爸 你认识我爸 那你知道我爸在哪儿吗 麻烦你告诉我你是谁好不好 你就别问了 你不要一直不说话好不好 你知道我爸是谁是吗 有些事你不知道不就好 爸 都不行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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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他我就好了 妈 你受苦了 妈 过去了 一切都过去了 我没事的 进来 进来啊 舅妈 冬云 苗姐 夜夜 要见你了 这儿有了 舅妈 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我刚才找到你们了 进来啊 伯母 扎经理 伯母 伯彬 扎什么经理啊 我先生 姐夫 扎太太 舅妈 那你得管我叫舅妈了 舅妈 舅妈 他就在路边的那个车里 他就在路边的那个车里 那他人呢 他一看你上了车呀 然后就 就怎么了 我现在就在路边的那儿了 做了 我才能发现 我认为 那些人的路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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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同学 台湾你也去不了 大陆也回不去 你到底有什么打算 我倒有个想法呀 什么想法 做买卖 我没钱 我这儿有点啊 什么买卖 你们家楼下那小裁缝店关张了 咱俩合伙把这租过来 开个小餐馆好不好 那何 店这开馆子啊 我也跟人掺和掺和 你掺和妈呀 我们开小餐馆卖小吃的 没错 咱就卖天井小吃 对吧 什么煎饼锅子 嘎巴菜 十八戒的大麻花 还有儿子眼的大扎口 这些东西 在想刚才说 可以说是蟹子八戒都一份啊 哈哈哈哈 哎 兄弟 你怎么不言语呢你 你 能不能说是蟹子八戒 就是蟹子八戒 他寻找到蟹子八戒 一份儿子都在地上 就是蟹子八戒 找到蟹子八戒 现在他说是蟹子八戒 他就会开海 那没有 看见得到 你们先聊哦 好 肉葱 你小子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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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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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 说这谈访计划还没完成呢 怎么就让咱给撤回去了呢 听总之安排吧 没操那么多心干嘛 那个记者给你往口袋里塞的什么东西 搅个例啊 搅个例 哎 老初啊 我这个开城谈判记事开头写完了 我给你听听啊 看我写的怎么样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上午九十许 一队打着白旗的美国军队 驶入开城以北的莱凤庄 把门店谈判由此拉开了序幕 怎么样啊 哎 他给你巧克力干什么用 吃啊 怎么了 啊 没事没事 我随便问问 客户 开门 来吧 哦 谢谢 谢谢 若冲 李基哥 若冲还没有回来啊 没呢 我在报社门口等他半天了 不是回报社报个到而已吗 怎么花那么长时间呢 一定是被同志们围上了呗 你想啊 若冲在前线 写了那么多筷子人口的报道 同志们一看到他 还不查跟他讲故事啊 若冲啊 在烈火中锻炼了一下 还真长大了不少呢 真的 若冲一跟我讲起他在前线遇到的事情 就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讲谢良的故事 你们这个哥们啊 可真是了不起呢 对了 若冲还遇到一个人 谁啊 你猜 我怎么猜得到 郭湛奎 郭湛奎 是啊 欢迎欢迎 我们的战士回来了 来 我们的战士回来了 若冲 邰哥 同志们为生讲故事了吧 你给他们讲了几个呀 这帮人也真是的 人家饿着肚子呢 非得让人讲故事 若冲 我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 你猜我都做了些什么 若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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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极哥 咱们先吃吧 不等他了 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一条小路 一条小路 区区 弯弯 西游场 一只铜箱 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西上的小路啊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我要沿着这条西上的小路啊 我沿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要不你看看他去吧 你看看他去吧 勒李啊 你也来了 来 坐下坐下吃饭 今天上午啊院里开了个会 决定把表导戏分成 导演戏和表演戏两个戏 让我负责表演戏 你呢 小琴还有陶大姐 在表演戏任教 陶大姐呢 以前是延安鲁毅的 经验非常丰富 你应该跟他好好学习学习 他在《进察记根据地》的时候 演过《雷宇忠》的《丝缝》 我看过这剧照 扳相可漂亮了 真是岁月催人老啊 看现在满脸的沧桑 满头白发 若霜 我跟你说一下 今天校里开会的一些情况 看校长 副校长 齐忙 若霜想去看看若聪 他心情好像不太好 让他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吧 向组织交代清楚也就好了 你知道若聪 因为什么事情心情不好吗 我听他社长说 组织上让他交代一些事情 交代什么 关于郭湛奎的一些事情 郭湛奎 就写了这些吗 就写了这些呀 对 就这些 那你还有什么要向组织交代的吗 交代什么呀 社长这话的意思啊 问你还有什么 要向组织交代清楚的事情 若聪同志 你很年轻 往后的路还很长啊 老楚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要你对组织要忠诚老实 我 若聪同志 你坐下脚 你看你看 我怎么就不忠诚不老实了 我没说你不忠诚老实 我就是善意地提醒你 对组织要忠诚老实 不要以为你在前线写了几篇文章 就变得老虎屁股摸摸摸的 要谦虚谨慎 借交借躁 你笑什么 严肃 老楚啊 认识你这么长时间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说话过呀 你今天是怎么了 无奈和岁月长